大家好,我是MED学院的高级讲师周中文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Reals免结开发房垂直网站 今天是我们的第七节课 主要会带领大家一起去实现我们的商品详情页面 那么今天我们会接着上一节课的一个尾巴的内容 那么该讲完 这件是Reals SS的一个区分的生产环境与产品环境 这一块的一个内容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我们来看一下 Reals 首先来带领大家看一看Reals 我们上次已经看过 我们是可以把它 这个地方有一个Reals Reals Precompare 我们先来简单的带大家看一看 假如说我们今天的话是详情页面 那么会涉及到耳机 耳机里面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是怎么回事 首先我们把这句话 这个是我们以前的生成好的代码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来打开 官方的三层 三线三层是这个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样子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的 Console Console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JS很多的一个 JS还有我们的图片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会有我们的一个那个JS还有我们的JS的一些那个JS的一些样式 那么现在我们把它这一个重新这样启动起来 先试一下吧 PublicAssetsPrecompare 这就是我们的去自信 这个地方就已经去写好了 中文PublicAssetsPublicAccess.gz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那么他会去已经可以去我们写好了一个文件 那么文件的话他会去放在我们的这个位置 PublicAssets 好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的话我们他是去把已经去把所有的CSS文件 已经给我们的写成好了一个文件 然后同时的话会已经去给我们亚说好打包 那么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链接跟亚说 链接的话他就会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文件夹目录下面 只会有一个CSS文件 那么就是这一个Application 这一个CSS文 总共有387个387kb 然后压缩之后的话会有59kb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但是他具体怎么用的的话 我们是要在产品环境中去用 目前没有产品环境 先试一下吧 这个是-1 -1的话就是加一个环境production 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来试一下 现在的话应该是不行的 因为是我们的这个token和其他东西都没有 所以说我们先还是直接直接s去 在开发环境中去启用 开发环境中去启用 开发环境中去启用的话 那么我们现在去怎么去使用呢 其实就会要涉及到我们现在去可以直接去把它修改掉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把所有的CSS文件 那么都可以去直接是去引用成一个我们的那个 直接去引用我们的这一个文件 直接去引用我们这个文件就可以了 JS的方式一样 那么我们以后的话会给大家在部署环节中去讲到我们去怎么去配我们的ngx啊 或者还有我们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服务器 那么去管理我们的一个静态资源 那么目前大家知道只要只需要知道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命令 那么就可以去对它进行预编译 然后的话它会同时去生成我们的这些 这些 页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带大家一起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那个连接之后的一个CSS文件 特别大就是把我们系统里面所有用到的CSS文件 都已经连接好了 大概是这么大 然后的话 点击z 这个z的话当然是我们的一个压缩文件 我们一起可以来简单看一看 压缩文件的话当然是我们的必须要通过专门的那个 浏览器的解压缩的工具 那么才能够打开 这个地方我们就不用再给大家去多做一个演示 那么我们今天的一个主要内容的话 会是去接着我们上一节课 去做了四图层的一个展示 之后的话会去再接下来去做一个东西 所以就是速成里面我们怎么去 可以与controller的数据进行交互 然后的话会是有很多的viewhelper 那么viewhelper的话主要是会去减少我们的一个简单写一下吧 主要的话就是减少 前端开发工作量 甚至说我们也可以去自定义我们的helper 自定 helper 通过这样的方式的话 可以让我们的前端开发的话更加的干净 那另一块的话会给大家去讲解我们的产品详细页里面需要的一个before action 我们以前做验证的时候会去讲解过一次 今天我们再详细的来做一个讲解 好我们现在回归我们的代码我们的浏览器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目前的一个样子 这一块的话都还没有去做一个改变 那么我们今天是主要是去做一个详细页面 所以说是在show里面 好 show里面的话大家可以看到是这样一个 嗯 模式 但是我们我们我们实际上的话 我们需要去把我们这一块代码给复制下来 啊 把我们的利用这一个垂直网站的一个前端的代码 我们可以给大家找一下 放置器 然后是找在了这样这一块啊 复制 然后去把我们的show给替换掉 因为这是我们以前的一个show 我们可以 嗯 一般来说的话 这个地方也给大家去讲一个小的技巧 如果是通常的话 我们要去把把我们以前的给保留下来 if force 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的话 去写一个注释 可以随时的打开end 好 再来看一下 好 首先这个中间已经没有任何东西了 这一点很确定没关系 然后的话我们去把代码复制过来 好 嗯 再来 好了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呃 很像我们刚刚的这一块的这个代码 这一块的这个视觉 只是我们现在上面的这一个头图 呃的 谁是样式文件 不在 我们现在不用管它 我们只要是集中在我们的一个呃 呃前端界面上的一个东西 首先是 我们的这一块的 这块的地方我们怎么去跟前 给我们前端得到 呃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先给它格式化一次 edit 啊 format之后的话就非常方便了 然后我们 嗯 嗯 去找到我们的 这个地方 这是我们的路线的耳机 然后我们去看一下我们的这一个 我们本身有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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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是什么之段 create set name subhead 这一块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去给它换出我们的name et set name 这块的话其实就相对来说非常的简单了 subhead 好 我们再来试一下 哎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块的话我们就已经完成了一个呃 嗯 又是界面跟跟controller的一个数据交换 我们看一下数据交换怎么做到的 首先是我们的这一个Ruby的呃 嵌入的代码的符号等于的话是输出 然后的话这一块可以看到我们的sks的怎么这么熟悉呢 是在我们的hits controller里面会去做到 虽然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没有做任何的一个处理事情 那么这段代码它怎么复制的 是在我们的before action 我们先直接先看我们的代码吧 这里 我们可以直接简单的去通常最传统的方式的话我们会去这样子去做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ok没有问题 然后的话嗯我们先接着讲完去做一个呃数据交互然后价格的话也是我们可以很方便的去 这样的话通常说我们的页面的套用的话就已经完了非常的简单 嗯那么这个地方一定要大家去记住我们的呃怎么去跟这一个controller的数据进行一个交互 好然后我们接着去讲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一个helper helper的话假如说我们现在呃会去把我们的这一个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name跟我们的价格这块的话非常的呃简单 那我们可以给它写写出来就是我们的嗯 print吧print set info set 好 这块写出来之后的话我们具体会去怎么办呢 把这一块呢把这一块写切下来然后的话会去写一个helper helper heelper it says helper 嗯 define print print headset info headset 好 这个地方可以直接去把我们所有的代码写到这个地方来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啊这个地方是已经报错了 然后的话我们可以先简单的来 去看一下吧 hello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就整体就变成了一个hello 那么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通过后台的话去做一个呃渲染 我们来我们再来再来试一下 这个地方我们本身是可以去这个样子但是因为这里有呃有我们的这一个双一号所以说 他就已经死去报错了 他就已经死去报错了 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哎这个地方当然是把我们的这一个呃给解析掉了 啊 这个 啊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就已经去呃变成了这样一个样子 然后的话这一块的话我们就可以随意的任意的去更改我们的呃这个服务段代码 啊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直接很方便的直接去这样子去做了一个处理啊 非常非常非常的非常的方便 这块的话当然是我们可以去呃这个是可以去通过我们的很多的一个代码方式去完成的 啊比如说这样吧 好我们把其他地方的话去改成一个单引号 因为声音号这边会冲突掉 嗯 再来试一次啊 没变化 然后的话把这一块给他 啊 区分点 简单可以看简单可以看一下啊这一块的话就已经完成这样子那么对于前端的话就只是一个help方法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一块的话就已经完成了这样子 是非常的简单 然后我也可以依此类推的话可以把其他东西通过呃后端去做一个渲染 因为后端去做渲染的话可能对这虽然对这种HTM制服装处理不是那么方便 但是他对有一些业务的逻辑的一些数据的拼装呃或者是其他的东西的话那么会更加的方便 然后的话这一块的话自定helper也已经给大家去写了viewhelper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些link tool 好那么最后会给大家去讲解一下reels的controller before action啊这个地方 我们刚刚说了我们这句话我即使注释掉 我们整个程序也是可以毫无好无例外的运行起来那么它主要是before action set set headset 那么only only是在就是在我们的这一些action之前的话都会去执行这个before action set headset 好那么我们看一下headset做了些什么事情呢 headset其实就是去找到我们的find的permise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通过这样的方式有一个什么目的呢 其实就是去减写我们的整个这一段代码 因为本身这一段代码呃去通过id 那么去获得某一个实体的话 它是需要去在呃我们的show也就是我们的详细展示 然后我们的编辑我们的更新还有我们的删除的时候 其实都会去用到的 那么通过before action呢就会去呃 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事情给简化掉 那么除了before action之类 其实这一块整体叫什么也叫一个callback 只不过它是针对的是我们的controller 那么具体来说有哪样一些呢 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 那么有before就必然有after 然后有也有around around action 好具体我们来简单的看一下 呃 action 在这就after action append after action append around append before around overend before clean 好就有这么一些action 也就是我们的一个整个对于这个httb 来看一下 嗯 就是我们的callbacks 这是我们所有的一个callbacks 那么有callbacks之后的话 那么就会去有我们的一个only 有only之后的话 就就有可能会有一个 会有一个accept 会有一个accept ok 会有一个accept 那么这也是一个条件的一个判断 那么通过这样的方式呢 最主要的话就是去简化我们的某一段代码 啊 这个是它的一个目的 我们 ok 好 那么我们今天的课程的话 差不多就是这个地方 嗯 下的话大家直接 因为我们现在的话直接去把这个数据改掉 那么就可以了 啊 好今天的课程就到这个地方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